周立波发场问差君陶黎伯,称君君吹嘘高原原官之灵曾哭着要和他上床。 对于周立波和燕君这对离活,想必大部分吃瓜群众已经了解了,毕竟是经过周立波妻子胡杰亲自点赞的虐恋情深。 燕君曾经说过周立波是个很单纯的人,也正是因为这个,我才对他很有好感。 燕君为周立波取名滔滔,意味两人一个新的开始。 在周立波删除燕君的联系方式之前,燕君亲口承诺养周立波一辈子,如果重新来过的话,我依然选择替周立波顶包。 在燕君心中,周立波之所以和自己闹翻,全是因为胡杰的控制。 这些莫名的宠溺都让网友十分感动。 然而,8月13日中午,周立波发场文怒斥君君,并在其中揭露了君君为人的不堪。 在发场文之前,周立波发了一条微博承认,老天恩赐我的就是天真。 同时,老天还恩赐了胡杰智慧。 如果不是我和胡杰彼此的信任,那我可能真的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 周立波激动得质问君君,你懂得什么叫做真爱吗? 常文中,周立波这样写道,燕君为了结束自己的婚姻,同时又能够最大程度地分割夫妻财产,将一名帅哥送到了自己前妻的床上,为的就是给自己立一个被戴了绿帽的人设,方便卖菜。 对于燕君甘愿替周立波顶包一事,周立波全盘否认,燕君最擅长的就是躲在幕后,把矛盾推给别人,让别人替自己挡枪。 比如唐爽,墨虎还有自己的亲儿子都是被燕君推出来的。 周立波随后反问,这么精明的燕君怎么可能会替我顶包呢?要顶包也是我这个单纯的人替燕君顶包啊。 同时,对于燕君自称君君与涛涛的暧昧关系,周立波表示不屑一股,他说,这都是燕君自导自演的,不服不行。 让人吃惊的是,周立波的场文中还提到,君君曾吹嘘高圆圆,关芝林等女星都曾哭着喊着要和燕君上床。 当然,周立波觉得这纯粹是燕君在吹牛。 毕竟燕君最拿手的就是颠倒黑白。 周立波虽然被无嘴释放,但是从目前来看,这一事件相关消息暂时还不会停歇,我们就近代后续更多的当事人爆料吧。